看看新闻网 他看起来稚气未脱 但只要站到舞台上 他就是气质高贵的芭蕾王子 吴虎生 他的优美舞姿 独特表现力 总是叫人过目难忘 不过也总是会有人好奇 为什么这个一米八六的大男孩 天要选择跳芭蕾舞呢 非常就是严谨 也非常有点不讲道理的感觉 但是就是因为这样的严谨 我觉得还是 还是非常吸引我的地方 吴虎生 芭蕾舞演员 上海芭蕾舞团首席舞者 和舞台上的飘逸洒脱不同 生活中的吴虎生性格沉稳 安静 双子座的他 有时还会带点腼腆 不过只要说起芭蕾 他又显示出艰难的一面 我的个性呢 挺不适合跳舞蹈的 因为我从小都很内向 然后我有的时候有一点强迫症 就是这种性格的话 会导致我有的时候 其实我已经练到很有把握了 但我总感觉我自己还是不行 在台上的有的时候会有一些 放不开 有一些不自信 同时由于最初缺乏经验 而受过大伤的他 如今也懂得如何保护好自己的身体 像现在就是这种天气已经不冷了吧 但我还是要穿很多保暖的一些衣服 我保暖的鞋子 然后我练功的时候会把每个裸露在外的 重要的关节都保护住 然后在到达很热身 然后很好的状态之后 才能一件一件的把衣服脱掉 吴虎生平时坚持周一至周五排练 周六加班练功 休息的时候他喜欢看书 走进他的宿舍 你还会发现 这是一个爱干净感情细腻的人 这个是我妈妈特地送给我的 因为当时我一个人一进的时候 他就让我祝报平安嘛 同时一个刺绣 然后这幅画是我叫别人给我画的 特别有感觉 写词台上除了吴虎生爱看的书之外 还堆放着他今年五月获得的荣誉 说起这些 吴虎生可谓是如数家珍 就是第八届上海文化新人的评选 因为这个评选 我确实自己参加了很多 有四十个评委 然后中间有一个演讲台 然后当然我还好我准备得很充分 除了芭蕾 吴虎生还向我们透露了他的另一个梦想 其实非常喜欢舞蹈摄影 也喜欢一般的摄影 所以 就是人家在跳你拍 对啊 所以我没机会 现在都是我在跳 所以我买了一个防潮箱 因为我用的时间不是很频繁 买了一个比较专业的机器 为我以后的孩子啊 以后的芭蕾委员 帮他们拍一些非常优秀的照片 新青年记者叶林燕 许凌杰报道